好 今天我們來開箱Benchman87 這把刀子 說真的 剛才看到的時候呢 覺得可能還好 可是握在手上的時候感覺就不一樣了 刀型是真的蠻帥的 雖然有些人覺得它很醜 看圖片的時候真的覺得它不怎麼樣 不過你真的看到去店面看看實物 它真的還不錯 這把刀子平衡了 第一次握在手上跟把玩的時候覺得 真的還蠻優的 平衡好 重量好 它該重的地方重 該輕的地方輕 所以刷起來特別舒服 再加上它的這個鎖定呢 它不是靠在外面了 之前幾個版本都在外面 所以有時候不小心誤觸一下它就開刀 那這個呢 它不但藏在裡面 不但藏在裡面 而且非常好開 好 這樣就開了 再試一次 這樣就開了 好 接下來它這個87 它現在會多附一個C型套 還蠻優的一個C型套 事實上 它這邊還有一個 蝴蝶的小LOGO 這個C型套呢 它的自由度很高 所以你可以直著放或橫著放 它都可以 那 它這邊會附兩條 所以你也可以用兩條去用 好 只要過去這邊 反折過來 好 就可以了 好 這樣可以變橫的 所以你可以放另外一個方向 直的 你就可以這樣子掛在右邊 好 掛在你的那個腰帶上 事實上真的還不錯 好 這把 這是這個87呢 它也有很清脆的那個金屬撞擊繩 覺得還蠻棒的 所以呢 真的會玩的朋友們 你在做收手最後一個動作的時候 有這樣ㄎㄧㄤ一聲 哇 那應該是蠻爽的 好 今天的開箱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